全美最火新闻近在中文热点 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是2024年的10月1号 星期二 欢迎来到中文热点节目的直播间 我是主播思思 先来看一下今天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快讯战争一触即发 伊朗向以色列境内发射导弹 副总统辩论策略大公开 川普为万斯打预防针 近50年来首次美国港口工人罢工将影响这些 无印737方向舵系统一故障 欲40家航司受影响 看节目同时别忘了给视频点个赞 接下来就走进今天的中文热点 纽约云顶世界 6500多部最受欢迎的电子堵桌及老虎机 吃喝玩乐无与伦比的精彩体验 就在纽约市云顶世界 欲卫生行美国花旗生中国自由行 花旗生中美碌碌通服务 美国下单中国三天收获 美国花旗生农业总会官方品质保证 资深地产专家陈静 经销上万套曼哈顿豪宅 纽约安家请电陈静 917-699-9629 意外伤害我们来帮你 保罗爱里斯律师楼 718-785-8080 718-785帮你帮你 美华生活志享会 保罗爱里斯律师楼 纽约人寿共同主办 保罗大律师与您分享40多年法律经验 10月6号法拉圣人人有礼物 还有大抽奖 先来关注一则快讯 以色列军方表示 伊朗周二向该国境内发射了导弹 以军称 以色列全境包括伊路撒冷都拉响了警报 他们随后证实 伊朗在这次袭击当中 至少发射了180枚炮弹 视频画面显示 这些炮弹在以色列上空被拦截 并有弹片落下 在以色列国防军宣布这一消息的几个小时之前 一名白宫官员告诉NBC新闻 美国已经看到迹象表明 在以色列地面入侵黎巴勒南部之后 伊朗正准备立即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 美国驻伊路撒冷大使馆 已经指示 所有在以色列的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庇护 等待进一步通知 国务院还提醒美国公民继续保持警惕 提高个人安全意识 因为安全事件包括迫击炮和火箭弹袭击 以及无人驾驶飞机系统入侵 经常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之下发生 最近几周 以色列加大了对德黑兰支持的 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并于周二开始 在黎巴嫩南部进行有限的地面行动 这也导致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明显升级 人们担心中东地区会爆发全面战争 来关注大选方面的消息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 顶于周二晚上与民主党对手沃尔兹对决 这可能是双方阵营在11月大选之前的最后一场辩论 也可能是最受关注最有影响力的一场副总统辩论 这场辩论由CBS新闻主办在纽约举行现场不设观众 此次对决正值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密集爆发之际 包括美国东南部地区的飓风海伦灾情严重 救灾工作刻不容缓 中东局势紧张 以及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力度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周一暗示 他不止王万斯在副总统辩论当中表现良好 因为辩论将被操纵对他不利 川普表示他认为辩论将被操纵 就像他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在ABC新闻的辩论当中被操纵一样 川普告诉福克斯新闻说 他们辩论被操纵的如此之深 如此之多 你周二就会看到这将是一场骗局 据媒体报道 过去一个月以来 万斯一直在精心备战辩论 他的妻子和川普的高级顾问杰森米勒 扮演主持人 专问坚韧问题 消息是说 万斯在准备期间的主要重点之一 是研究沃尔兹的辩论风格和政策记录 并希望突出他在担任明尼苏大州州长期间 所通过的他所称的激进左派政策 据CBS新闻报道 万斯找来国会众议院多数党党编 明尼苏大州共和党人 埃莫扮演沃尔兹 埃莫和沃尔兹都与明尼苏大州 有着深厚的渊源年龄相仿 据悉 万斯与埃莫的首场模拟辩论 于上周举行 埃莫特意模仿了沃尔兹的传衣风格 另一方面 沃尔兹一直在与一个亲密的顾问团队 一起为辩论做准备 其中一些人曾经帮助贺锦丽备战 他与川普的辩论 还有一些人是沃尔兹竞选州长期间 与他一起工作的长期助手 消息是透露对于沃尔兹来说 他的知名度直到最近才在明尼苏大州之外 广为人知 他的重点是继续向美国人介绍自己 他还将努力强调 贺锦丽对国家前进道路的愿景 一位熟悉辩论准备工作的竞选官员 告诉CBS新闻 在辩论准备期间交通部长布蒂甲琪半年万斯 他的年龄与万斯接近 也有中西部的背景 万斯已于周一下午抵达纽约市 并在晚上暂停辩论准备 参加了一场共和党的聚会 而沃尔兹则于周二飞敌纽约市参加辩论 继续来关注港口大罢工 周二开始 美国东部36个港口的码头工人 几十年来首次举行罢工 其中包括14个主要港口 这不仅将扰乱供应链 如果持续数周以上 还可能导致商品短缺和价格上涨 随着东海岸和墨西哥湾沿岸的港口 与国际码头工人协会 ILA约4.5万名成员之间的合同 与午夜到期 周二早上 工人们开始举牌抗议 这是ILA自1977年以来的首次罢工 受到影响的港口合计 有能力处理美国高达一半的贸易量 工会和代表雇主谈判的组织 美国海事联盟 在工资和福利问题上存在分歧 工会还反对在港口使用自动化机器 美国海事联盟 周一晚间表示 双方都放弃了此前提出的工资条件 但是尚未达成协议 在谈判当中 工会提出在六年合同期内 加薪77% 美国海事联盟则在周一晚的声明当中表示 他们已经将六年内的加薪幅度提高到50% 并承诺将保留旧合同当中对自动化的限制 目前尚不清楚双方的分歧有多大 供应链专家表示 消费者不会立即看到罢工带来的影响 因为大多数零售商已经提前囤好了节日礼品 但如果持续超过几周 罢工可能会导致价格上涨 商品到达家庭和企业的时间也会推迟 如果罢工持续下去 企业将被迫向托运人支付延误费用 并影响节日季的消费 从玩具人造生产树到汽车咖啡和水果等各种商品 罢工还可能会对香蕉等一辅进口商品的供应产生几乎立竿见影的影响 根据农场局联合会的数据 受罢工影响的港口每年处理380万吨香蕉 占全国供应量的75% 虽然部分货物可能转移到西海岸 但这些港口将无法吸收东海岸和墨西哥湾沿岸港口的全部货运量 还可能在西海岸港口造成交通堵塞 铁路公司说他们可以增加从西海岸来的货运 但分析人士说这无法弥补东部港口关闭带来的损失 摩根大通估计如果罢工导致东海岸和墨西哥湾沿岸港口关闭 美国经济每天可能损失38亿至45亿元 其中一些损失有望在恢复正常运营之后收回 零售商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和农产品进口商都在期待双方达成和解 或者希望总统拜登利用联邦劳动法迫使码头工人重返工作岗位 但拜登已经表示他不会考虑动用这一权利 相反他敦促双方公平迅速的进行谈判 周二上午白宫坚称政府官员正在全天候工作 以帮助谈判向前推进 白宫补充说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也在密切关注潜在的供应链影响 并组建了一个工作组每天开会为任何中断做好准备 康师傅北京系列包点高质量新鲜食材制作不含防腐剂 美国制造美味时刻伴着您北京食品 田园律师带领法律博士团队为您保驾护航 大律所的经验小律所的收费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华部容书瓶牙医博士专精植牙牙猪病激光治疗 庆祝周年及乔迁大筹兵 植牙每支优惠800美元 太平洋抽油烟机中秋送好礼 热销机型力减150元加送价值250元礼品 纽约市免费安装详情请咨询 来关注经济方面的消息 联储会主席鲍威尔表示目前整体经济稳健 联储不急于迅速降息 但按目前的经济预期发展 联储今年内还会有两次降息 鲍威尔周一在全国商业经济协会年会上说 如果经济走势与预期大体一致 货币政策将逐步转向更为中性的立场 既不刺激也不抑制经济的政策 鲍威尔说制定货币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不急于迅速降息 而将以即将公布的数据为指引 在抑制通货膨胀和支持劳动力市场之间 寻求平衡 如果经济放缓程度超出预期 联储将更快下调利率水平 若经济放缓程度不及预期 也可以放慢降息速度 他透露如果经济数据保持一致 今年可能还会再有两次降息 但降幅较小 分别为25个基点 鲍威尔重申 他相信通胀将继续朝着联储2%的目标迈进 再来关注波音飞机方面的消息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主席周一致信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局长 指责该机构似乎没有认真对待 NTSB就最近发现的波音737部件问题 提出的安全建议 上周五NTSB发布了一项紧急安全建议警告称 在某些寒冷天气的条件之下 40多家国外航司的一些波音737机型上的一个方向舵控制部件可能会失效 FAA在回应这一消息时说 该机构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美国的航空公司目前没有受影响的部件在服役 今年2月美联航的一架航班发生方向舵踏板卡死事件促使NTSB展开调查 NTSB周一透露称 该机构了解到2019年发生过另外两起涉及外国航空公司的事件 根据NTSB从波音公司和零部件制造商那里获得的信息 多达16个受影响的零部件可能仍在美国飞机上使用 还有数百个可能作为备件安装或储存在全球各地 NTSB的信还批评了波音公司没有更主动的提醒其他航空公司注意潜在的故障部件 作为对这封信的回应 FAA发表了一份声明 称其认真对待NTSB的所有建议 与受影响的民航机构召开了电话会议 还计划在10月份进行额外的模拟器测试 视线聚焦美东 纽约市布鲁克林一名86岁的居民在过马路时被一辆电动摩托车撞倒 一直无效之后去世 招事者驾照已经被吊销 并有多项前科最终被判轻罪 让家属难以接受 纽约州参议员曲一文对此提出了法案 旨在加强对鲁莽及无证驾驶电摩托车造成死亡的处罚 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今年6月 纽约市布鲁克林日落公元82岁居民 Iffern Barito在过马路时被一辆电动摩托车撞倒 送医抢救三天后因脑损伤不幸去世 他只是跌倒了 他跌倒了到街上 这人就跟他的摩托车 据悉 该名肇事者有多项驾驶相关前科 最终只被判轻罪 这让家属感到难以接受 电动摩托车和电单车的违规骑行在纽约频繁发生 独莽驾驶导致行人受伤或死亡的事故屡见不鲜 然而根据现行纽约州法律 肇事者通常只面临轻罪指控 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立法上的疏忽 基本上他有七十几个七十几个罪名在身上 他已经是repeat offender了 为什么我们今天纽约州的州法没有办法给我们的家人 在失去一个这么重要的家里成员以后 却没有办法心理上面得到司法上面的公平公正 对此纽约州参议员曲一文周一宣布提出S9920法案 旨在家众对鲁莽及无证驾驶电摩托车等造成死亡的处罚 将其定为一级重罪 目前的现行的法律只是misdemeanor就是轻罪 这一条人命只换一条轻罪实在是一个不太公平的一个法律 所以今天我才会特别立法在州法这边加入一条新的起诉的罪名 如果你因为这一种环境这一种前科背景 这一种你自身的条件忽略的情况之下 而做出这样的选择造成这样的意外的伤亡的话 你需要面临的是重罪 纽约州府和市府的各级议员 均对有关电动车引发的民众安全问题表示担忧 提出立法希望规范相关乱象 纽约州众议员珍妮花提出的普利希拉法案 要求从2025年1月开始 所有电摩托车电滑板车等在销售时 都必须在纽约州机动车管理局登记 纽约市议员黄敏仪已向市议会提交法案 希望取消市交通局在法拉盛的共享电动滑板车项目 因其认为对社区有害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中热点的全部新闻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关注 你也可以点击屏幕下的小铃铛 更及时的获得新闻推送 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再不见不散咯 感谢您的观看